今天的打扮 一件馬甲 加一件扶身的上身 現在是10號的夜晚6點 我終於完成了我一天的工作了 我現在都累累的 但我現在要準備出門口 就是因為我今晚要去聽Kiko的合唱團的演奏會 也是約了兩個朋友一起去的 所以我就要盡快出門口 因為我等一會還有一些交疏 還有我要去一去寄東西 HELLO 我要拍多個自己拍 我們今天像不像幾三 我是同年代 我是2023來的衣服 是160 160 160 我們是Function 是APA 我們是想要用的有什麼用途 是 要跳一下 有多 我記得中間有人試的 應該是 很新的 水皮 有些姿勢 是嗎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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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9 C G89 我們來吧 這樣看我們真的穿得很像 是嗎 這樣燈光帶來多好看 頂光也好看 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她今天星期三四五都會過來找我 我們一個星期要4天 4天 4天 我要一些華麗的 對 女人 好厲害 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不不不不不 八邊小玫瑰卡 古羅卡 那個 痰 這個 好棒 我想要這個 可以給我嗎 可以 可以給我嗎 謝謝 I guess that Santa's busy Cause he never comes around I think of him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You can't go 他看我有沒有 我看上youtube 下面有敷乳 好贵啊 好贵啊 我也是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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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 咦咦 咦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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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咵 我現在这样黏着iPad 因為它一穿上去就剛好遮蓋了縮圖 還有那首歌的名字 那我就打算這樣去考自己 看看記不記得 因為我今晚要有個Quiz 這些是我寄的名字 我覺得很難寄啊 最煩是寄了號碼 這裡是這幾天 溫了的東西 那我溫在這裡 我就真正地完整了 攤子 我現在真的完成了 還要真正真正放假 今天放假放到1月的第2個星期 所以我這段時間就可以恢復我自己要做的事了 今天是12日早上的10時30分 我剛才早上一早非常興奮地拉一拉一拉去戲院 打算去看《倉路與少年》 因為我上網看的時候 我看到他有長詞寫著10時 結果我去到的時候 我心想 咦 為什麼戲院這麼黑? 完全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才發現 原來他是14日的10時 我給原定時間早了兩天 所以我應該是後天去看才剛好 我今個聖誕節都有非常多的戲去看 但我之前的影片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我就不再詳細說了 所以我就回來這裡 其實本來我今天是要讀書會的 我之前和希子的讀書會是原定逢星期一、三、五 但因為昨晚我有個quiz 我本來打算再拍多一點內容給大家看 但可能昨晚我整個人精神都很緊張 就是打算寫一個quiz不可以錯 然後拼命聽 所以結果最後一堂課 我也忘了拍給大家看 但其實昨天基本上是quiz完 然後對我答案之後就走了 就是回了大約九個字左右 那我們就全部放學 所以我有一個月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此這個星期 因為我昨天要quiz 今個星期就調二、四、六 那他也OK了 但今早上希子他忘記了 他有些事情要做 但他已經很快處理完這件事 那我亦都那個戲沒得看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 現在開始日文的讀書會了 就是這樣 好 現在都ready 先準備好所有東西 那我的書已經完成了 那我拿回架 然後設定好書桌面 然後就開始讀書會了 我等一會打算出成品 去買那本新的大家爹的本語 因為這本大家爹的本語 都幾年前的了 那裡面被我寫得 花光了 就是我以前做的那些練習 我全部都做在那本書上 但是我之後想再翻做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這個空間 可以給我那本書 所以想著重新買我本身的 那我會比較容易看 而且容易寫的 我和希子兩個之間去學 這個大家的日本語 其實是大家都會 就是互相去推動一下對方 還有我們也有一個很完善的 一個學習的計劃 和一個制度 就是我們不是說 就是每天 約三天就算了 就是我們每一次 都是學第二課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就會去找上一課的東西 我們是會每一天 就會學一課新的 然後去到每五課 就為之一個check point 那如果譬如去到第五課前面 可能有些單字錯了太多 或者一些grammur 還未了解得透徹 那我們就會預留一個星期 去找上前五課的東西 那我和希子兩個之間的目標 就是我們要一起去 去知學學到第五十課的 那雖然我之前呢 我也有買到大家的日本語 那我也有在學校裡 踢過日文的課程 還有自己以前也有學過 那其實坦白說 我是學得不好的 因為我 經常去到後面呢 然後之後我又 停一段時間 然後當我停完之後呢 我又忘了前面 究竟是學了什麼 所以就變成 每一次我要重溫的時候 我不知道哪裡入手呢 我就會翻鬥 從頭開始 那所以永遠呢 我都是只有頭二十幾課 是看過幾次 但是二十幾課 打後的那些呢 其實我是沒有提過的 就是我不想我自己的 人文是真的學到半桶水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就是先有一定的底子 那以後再進修啊 或者再慢慢學上去的時候 都會有更大的動力 那所以現在呢 我就和希子 隔天呢 就會花三個小時來一起上課 然後上完那些知學的課堂 之後呢 我們剩下的日子呢 我們都要完成所有書裡面的練習 我們要背好所有的單字 還有真的要理解所有的文法內容 那所以我和她是創建了一個group 每次我們一做完功課呢 我們就會把我們自己做完的功課 傳到group上來 跟大家證明 嗯 我真的做了功課了等等 就是讓我們兩個之間可以互相 去督促大家 甚至希子也買了Forest這個app 那我們上課的時候 都會一起開Forest這個app 這樣吧 現在去買一本日文書上去 他下一陣子順便讀一杯飲品 但是我真的要看著她 吃醉了 我想要去畫一部 就拿幾個月 很少他 我還會讓她飲品 從去看見不滿